為了完成天后共住民的健康環境 六甲町公司特別設計 幾月後廟口的特別健康受盛工庁 佛街路健康創燃 建家庭的特殊 六甲町公司特別設計 尤其國家第一季孤節 進行團和尤其是非常多 為了完成天后共住民的健康環境 六町町公司特別設計 幾月後廟口的特別健康受盛工庁 跟中三路六甲的代理著地增 一路延伸到天后共 并且園就像經過雄客大樓到雜期的門口 佛街路健康創燃 有客依照幾月的地增 都能吹到味道老街頂頂的景點 相信可以讓風向激映更明顯 天后共每年到雙池 或是雙池或是過年 可以說雄客或觀光客非常多 我們公司幾月可以說 要怎麼連結 周邊一些景點的一個串連 所以我們按天后共的廣場 一直延伸到我們的早市 可以說整個如果鋪設完成 給觀光客 可以隨著路面的鋪設 能夠到達很多的景點 可以讓觀光客更明瞭 我們跟著這個步道 可以到很多景點 尤其我們天后共 也屬於是國家的一級的古蹟 可以鋪設這些食材 可以讓觀光客來到六港 會覺得不一樣的風味 尤其在巷弄裡面 很多我們都是以這個磚鋪 來指引我們一些觀光客 如果在道路館點 我們就是以這個花崗石 來做一個鋪設 因為花崗石石材比較硬 因為有很多車輪在這裡 在這裡也比較不會快派 那在巷弄裡面 屬於是人形的一個漫遊區 可以說透過這個鑽 在新人走 比較不會快損害 也是形成我們一種觀光客的一種特色 透過一種特色 可以呈現六港 一個不一樣的一個 旅遊的一個風味 尤其在食材普遍 可以讓我們的天后共酒店 所有的環境更加的一個美化 未來的道路中的變料更漂亮 更有著色 旁邊的旗幣也都相當旗胎 讓環境更有美觀 一定比較低的 比較有看 比較有美觀 因為在這裡開放 人就這麼多 我們本來就四、六天到這裡 就這麼多人來 因為是破代理者 不怕貨、不怕貨 而且還有美觀 很少在觀光客來破色 店長也多次到港地市場 了解時間的狀況 在這裡連時間要有力 去台灣港之後 可以讓人有專心的感受 新中華新聞創榮千六港 彩虹博德